大家好,我是老拼群真,歡迎來到群真解說 揭霸說我快舉,我們繼續安排 有一匹丹東,這兩匹真揭霸 這也是因為一對老燈型 好,打了一個起身錯位,什麼鬼 1,2,3 我以為雙方是一個原有的站位 起身的話變成了一個換位 這樣的話也是吸引他的對方 最薄弱的環境 露出來 好,中隊 防空 這個防空做得到位 起身,等你升龍呢 等八月十五的核桃,核桃也輸不了 漂亮 可笑 好,看一下第二局 兜搜精神,重新來過 提身波 對方放空 搶招 好,踩一下他務主者 錯位 哇,這個位置 這個換位 很到位 哇,一個大魚 1,2,3 轉換空中交匯以後,落地 形成一個重新站位的左右者 來 來 有 起跳 好,穿過來 中腿 來了 這個漏招 好不容易 好,捏到死了 雙方都是手握殺招 只要拿到個機會 打暈 必定是一套帶走 第三局 起 起 看神仙掌握硬直 聖龍 好,機會來了 高台腿 輕落走 前身外 兩波 好,強壓 強壓 對方 用電子安來結尾 好,又進去了 方彈進打 方彈進行 總拳 都不需要升龍 好,升龍和重拳有什麼不一樣啊 升龍的話 對方必須倒低 好,高台腿 我建議還是用升龍了 這樣的話 多一次進攻的機會 不然你重拳落地 對方還是一個領先的 一個身位 或者是一個硬直的 優勢 並沒有 好,輕跳 四二血 四二血 過油沒問題 好,第三局 你不過油 誰過油 剛才有插合的機會 連續 你對方犯錯 中腿伸出來 直接被捏 這個硬直差 沒有算好 還是拉開距離 漂亮 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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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招 眩暈 漂亮 非常可想 炫到腿抽筋 走 好,守號半邊 他為什麼不升龍 為什麼不升龍 圖神勢 圖神勢的話 會喪失很多機會 或者是來不及升龍 一個年 厚什麼年 還是卡在半邊 還沒有機會 看見 推到中場以外 完了 尼布特蘭 再打一下 噢,漂亮 這都不暈 再踩 踩個阿倫子 哈哈哈哈 好難 是你吃掉 症結霸 接霸針 鳥 再見 沒有什麼說 沒有什麼說 好,第四局安排 電鑽,電鑽伺合 打身後 點抓 一鍋進來 聖神威 好,神龍 這個神威 炫之來 鬥底 再來 一二三 我可想 剛才旋風腿提前發動過頂 這樣的話 起身站位 對方特別難防 有經驗也不行 有經驗的話 也是澤 好 剛才想抓 沒有成功 擊落 對方也是起跳 放攻 好 引來 法後 引來 電視卡位 鍵點前跳 馬上起跳 放攻 直接把 卡位卡得很好啊 打對方一個弱點 強行起跳 最知名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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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賣點血也不所謂 也許 中拳 中腿 後跳 防空 要保持一個 對方的這種壓制壓迫性 正數領先 快點跑 讓你出不來 機會 又是先跳 輕腿壓頭 我打得差 我打得差 雙方最後一局 來 鐵手板邊 一波 來了錯位 輕身 輕身 直接重拳 重拳 怼路 好了 壓板邊的機會 再跳投 輕身 白落地 打得相當到位啊 這兩把 落地直接抓 又是一招 吸取了經驗教訓 輕拳 輕腿摸頭 又落地直接 再輕拳 讓你硬直 始終被封鎖 不要動 這邊打亂動 其實怎麼壓 藝術產沒有藝術 藝術產相當不藝術 其實就是偷真 來 完了 拜託 炫起來 一二三 再來 拜拜 完美的 終結 好的 大家喜歡吃完解說 記得不關注 感謝收看 下一期再會